第五代中原意 一定要有缘 为缘不能起陷阱 为时非一应而生 彼家中缘 而后陈旧 这里举一个例子 譬如一言 也能看 但是有很多的 为时里就讲 旧云盛世 这六句四个 第一个要空 也跟进的东西 当中一定要空 如果靠近了 看不见 没有空一 看不见 一定要有一定的距离 他这样看见 所以要空 还要明 还要有亮 没有光 没有亮 看不见 第三个要有根 眼睛没有毛病 第四个是经济 你所看的东西 延时才能起作用 才把这个境界看得清楚 看得明白 二比十身一等 注射中子 一代中缘 而得成就 视为代中缘 每一个事 远近 远他的境界 都需要条件 我们先讲 我们先讲条件 佛教讲 远 为实 是佛教的心理学 代表的大德 大师 就是米勒菩萨 那米勒菩萨是 唯实 专家 用现在说 心理学 专家 那我们就知道 米勒菩萨在 极乐世界 肯定是上 唯实 经论的 极乐世界 这老师 都是专家 学者 第六呢 引自古意 为注尸 过引自体 果用 非是色心 交互而成 下面举个例子 跟我们说 如 引根 道士 引根 语言 思想 语言 所对的 世界 它不会 混杂 阴神 四根身 同时起 过缘 过的 眼见的是色 耳听的是色 耳不会交互 他去辨别色 也不会交互 他去辨别色 他们个人管 不会混沙 不会乱 不会混乱 所以 不混于 身相之别体 那么底下讲 语言如是 耳鼻 谁 深意 等 诸 诸 一复如是 视为 淫自国 这个自国的意思 很深 一种梗 对一种境界 他真是很专 专义 言之关键 不关天 而知关听 不关节 笔 知关锈 他也不关 见 也不关 听 谁知关常味 其他的都不关 一个是关一样东西 古古都是专家了 不是通家了 都是业门 深入 我们叫常识 寻修 这些道理 都在自己身上 不在外头 所以他不乱 其作用 大家在一起 虽在一起 过远 过远 这是 这些人 赢自古 赢法 自古 赢 看清楚 看明白了 这是自古 这个自古 是正确的 没看清楚 没看明白 这个古 不正确 这些道理 这个项目 提供